张颂文片酬暴涨 已到千万级别 大家好 我是刘真 今天还好吧 演员张颂文的故事 我们这个系列一直在继续 也是我最受欢迎的一个系列 所以大家也别说我老说 咱这不是为了流量吗 也为了观众们 观众的需求 那我就要尽量的供给 没办法 本身也喜欢他 而且他有热度 继续蹭 张颂文的这个片酬 之前咱们也 东拉戏者的时候说过几句 今天把它整合在一起说一说 他在最难的时候 他的收入是很有限的 最惨的时候 一年几个月就拍了一部戏 拿了多少钱呢 就几千块钱 他还专门强调了 还有没有其他收入 没有了 就这几千块钱 所以当时他交不起房租 买不起国东都没 甚至吃饭吃不起 三顿改成一顿 这都是真事 这都是真实的经历 当然这个时期虽然漫长 但他终归还是过去了 其实从到2016年 17年以后呢 张颂文的戏就陆续的多了起来 他的收入也在增加 但是呢 因为咖位比较低啊 片酬呢 也一直就是那样 之前演电视剧的时候 打包价 可能就是二二八千的 后来呢 身价略涨 可能也就是几万 十万啊 这个样子 直到这个 他在隐秘的角落里面啊 扮演这个朱朝阳的爸爸啊 算是知名度打开了 包括同年呢 这个楼叶的这个风雨云上映啊 算是有了一定的名气 片酬啊 才涨起来 但是他后来接受采访的时候呢 他也说 说因为在隐秘的角落之后啊 拍的那几部戏都是之前已经 啊 谈好的 所以这个价格跟以前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但是这几年的啊 就是19年20年这几年的戏呢 他觉得片方对他都是挺好的 那这时候大概是个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价位呢 就包括现在正在上映的不止不休 大概是个什么样的价位 大概就是一部电影啊 一部作品呢 就是30万左右啊 就是一年拍个三部左右的作品啊 然后收入不过百万 这也是他的原话 所以大家大概我们也能知道 他一个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价 然后就是到了狂飙的爆火 其实他接狂飙的时候呢 他的身价跟以前没什么区别 大概就是整个戏打包 他这么重的戏份 整个戏打包 拍了好几个月35万 张义呢 这个国际营地 他的收入大概就是2000了 所以这个差距是巨大的 几十倍的差距 那当然现在在狂飙之后 张总文大火 这也刚刚接到的第一个代言 然后现在的他身价 可以说是水涨船高 那都不是翻翻这么一说了啊 据说现在来找他的电视剧的电影啊 都络绎不绝 其中有些电视剧的制片方 爆出来的这个身价都已经上千万了 但是咱们也知道 张总文对作品的挑选是比较严格的啊 而且他手里现在还有好几部 已经接了的戏在拍 这些已经接了的戏 已经签了合同的戏 那片酬估计也并不高 之后再签啊 可能片酬就会大涨 所谓的大涨 你说如果像一个狂飙这种体量啊 40级左右的这个电视剧 如果是1000万 其实也并不是很多啊 因为他戏份很吃重 用的时间也很长啊 人家折服了这么久了啊 人家也付出了这么多了啊 我觉得他现在拿到这个一线 男主的这个身价是应该的啊 千万收入啊 一部戏没有什么问题啊 我觉得很好 所以就希望他尽快把手里已经签了协议的啊 天桌不高的戏啊 尽快的这个拍完 然后再接的新戏啊 能多挣一些钱 我现在就是我看到张宋文截广告 看到张宋文截新戏啊 我都特别高兴 我觉得这是对他的多年来坚持的付出的一种回报 他自己也说过 我希望我 我成功了能有激励很多人 让让他们觉得那种坚持是值得的 就是你虽然火了 然后你收入提高了 但是你不停的还有好作品出来 也让其他的不停的在跑组啊 在这个圈子里浮沉的这些演员们啊 也有一个念想啊 就是你这样坚持是有有希望的 是有道理的 所以张宋文的片酬啊 大涨 我觉得合情合理 赶紧涨了啊 一千万我觉得都不多 而且现在以他的热度 你哪个剧组一部大男主戏找了他 让他来拍 一千万的投入算什么呀 肯定挣回来啊 就光接广告代言就接到手了 我是说这个剧接广告代言就能接到手了 因为你的剧主演是张宋文